记者刘婉军台南报道,回收衣室变满飞天室的辅具,台南市私立光华高中流行服饰科在台南企业文教基金会协助指导下,募集回收衣室,并进行改造,为一变基金会的满飞天室们制作教学辅助教具。 为了帮助满飞天室们缩短平日扣扭扣,拉拉链,绑携带的时间,光华高中流行服饰科的学生们在张婉玲,林立玲,李新梅等三位教师号召下,依照满飞天室的需求,采取回收衣物上适合的部位,用爱一针以线车缝到部书上,希望满飞天室们能透过辅具练习,提升生活能力。 二年级学生陈佩玉说,因为这次机会才知道原来自己以为简单的扣扣子,拉拉链等动作,对某些人来说可能要花一整个下午才能完成,希望自己参与制作的辅助教具,可以帮助满飞天室更容易学习。 岳伟儒与陈佳文则表示,可以利用自己所学帮助他人,觉得很开心。 校长张书夏表示,自此史生共完成40本副剧部书,将就五番新有了新的生命意义,同时也唤醒保护环境的生活态度。 虽然每一本部书的实用功能都一样,但设计出来的创新和美感都不同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